中国男性诚意主演的武侠剧《莲花楼》在风光收官后 成功捧红了男配角曾顺兮和肖顺咬 近亿 该剧举行了一场大型直播活动 主要演员们同框飙歌 并重现了一些经典场景 引起了戏迷们的极大兴奋 严严 一些了解内幕的网友揭示了《莲花楼》爆红背后的艰辛过程 称该剧能够顺利度过四大危机完全归功于成益和其他演员的精湛演技 首先 开播前全网对《莲花楼》的评价非常低迷 虽然成益在之前参演了不少古装剧 如与袁冰岩合作的《琉璃》以及与杨子合作的《陈香如蟹》 这些作品都收获了不少好评 因此外界对于她是否能够胜任《莲花楼》中的重要角色 存在疑虑 在这种情况下 相比同期播出的《杨子》主演的《长相思》 《莲花楼》的宣传相对较为低调 没有太多的广告宣传 其次 在首播当天 《长逸》的原声台词和状态遭到了群嘲 有网友讽刺她说话不清楚 把《玉秋双念》成了《玉秋栓》 还有人吐槽她脸不浮肿 状态不佳 特别是《莲花楼》的原书迷们最为愤怒 许多人批评她完全不符合男主角李湘怡和李莲花的形象 奕奕 凭借着出色的演技 诚意逆袭了负面评价 随着剧集的播出 越来越多的网友开始称赞她成功地将李湘怡和李莲花 这两个角色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 第三 爆出了抄袭少年歌行的危机 引起了广大网友的质疑 在《莲花楼》中 有一个角色名叫方多病 而在《少年歌行》中也有一个角色名叫雷舞杰 这两个角色的人设相似 引发了人们对于《莲花楼》是否存在抄袭的怀疑 此外 《莲花楼》和《少年歌行》都是以多人办案为主题的故事结构 这进一步加剧了抄袭的疑云 最后一个危机是《莲花楼》的结局却突然被提前上架 这也引起了观众们的不满 播放平台爱奇艺宣布开放抄前点播 让会员可以提前观看大结局 这让观众们感到担忧 他们担心原本按照计划播放的剧集会 因为一口气将剩下的集数全部释放 导致观众们失去了追剧的乐趣 更为令人不解的是 抄前点播选在8月9日 而《杨超越》和丁宇希的古装剧《七十吉祥》却是在十日接荡 《莲花楼》提前播出结局的行为被认为是为了给七十吉祥让路 这一消息让《莲花楼》的剧迷们感到愤怒 不过 《莲花楼》在播出过程中不断调整剧情和角色 使得剧集越来越符合观众的口味 通过演员们的精彩表演和粉丝们的努力宣传 成功吸引了观众的关注 并获得了不俗的收视率 赵露丝以其出色的演技和迷人的外貌一直备受关注 成为陆剧新生代女神 近亿 她受邀参加米兰时装周 成为Visocci2024春夏大秀的亮点 赵露丝的亲切作风和与粉丝合照的互动也让她圈粉无数 严严 网上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之一是赵露丝与她的保镖强哥同框照片 这种意外的反差时髦画面引起了网友们的讨论和关注 赵露丝以高挑的身材和时尚的着装闪耀在米兰时装周 而强哥则是一个健壮而低调的保镖 两者形成的差异非常有趣 此外 我们还了解到赵露丝的新剧《神隐》已经传出了将于10月播出的好消息 《神隐》这部剧是根据星灵的小说改编的 以女主角作为凤凰来展开这个故事 这部剧以女主角经历重重磨难 与男主角之间的爱情为主线 同时融入了神魔之争 天下大义以及探案 友情和亲情等多个元素 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精彩且唯美的仙侠故事 在《神隐》的预告片中 赵露丝展现了金色凤凰和可爱灵动蓝衣两种造型 他运用原生台词演绎了角色不同时期的状态 无论是演技还是扮相 都让人们对这部《仙侠》剧寄予了厚望 认为他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爆款 随着《神隐》的即将开播 赵露丝古装新剧《朱连玉幕》也受到关注 根据豆瓣和腾讯的信息 《神隐》有望在10月上线 一旦播出 赵露丝将没有待播作品 这让他的粉丝们开始担心 《朱连玉幕》的拍摄进展太慢 希望男主角的选定能尽快确定 除此之外 赵露丝首次参加海外时尚活动 他选择了米兰时尚周作为首战 在这个一级时尚战场上 他被邀请参加了Versace2024春夏大秀 他的第一套亮眼造型赢得了好评 他身穿一袭细肩带黑色洋装 与他雪白的肌肤相得一张 有趣的是 在网上流传着赵露丝和他的贴身保镖强哥的合照 由于强哥身材魁梧 粉丝们调侃他像一个双开门冰箱 赵露丝和强哥的反差形成了很有趣的对比 网友们笑称 女王露丝和他的护卫强哥 感觉像是强哥和他的女儿 看起来好像强哥很担心女儿首次海外出差 这意外的话题引起了热烈讨论 甚至登上了热搜榜 对于朱莲玉木的进展 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定男主角 但相信制作方会尽快做出决定 让剧民们的期待得以满足 无论是电视剧还是时尚活动 赵洛斯都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和魅力 让我们对他未来的发展充满期待 希望他能继续在演艺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功 为观众带来更多令人赞叹的作品 请不吝点赞叹的作品